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在今天来到了第14天 最新战况如何 来看到这节的乌尔战术报 美国国务次亲卢兰表示 乌克兰境内有生物研究设施 美方目前正在跟乌方合作 防止里面的所谓的研究材料 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手中 对此俄罗斯官员则是直指 这些所谓的研究材料 足以证明美国在乌克兰领土 进行非法的犯罪活动 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第二大臣 哈尔科夫的手机基利塔 造成自身的加密通讯系统 没有办法运作 只好用当地的SIM卡 只要让乌克兰得以从电话当中 截听俄方讨论俄罗斯少将 吉拉·西莫夫的死讯 而事实查队团体冒险者也证实 这段因党真实无误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